12月31日报道据台湾媒体报道,韩国已故女星张子言2009年上吊自杀,两年后SBS电视台表示收到她遗留的50封亲笔信,内容且道曾被逼迫赔税上百次,对象包括大企业,新闻媒体高层,演艺圈人士,此事震惊韩国演艺圈, 但事后证实,这50封一书竟全是造假,而伪造者现被其底,曾是特殊性侵犯,2017年娶了性感女星Nancy Languic,SBS电视台,2011年收到自称是张子言亲友所转记的50封一书,电视台不理由她公开报道,不料这些其实全是一名叫全郡主,英译的男子在狱中所写, 她共写了230封信,想象着自己是张子言,模仿了张的笔迹并自称是其老友,但张子言亲友且表示不认识她,警方随后在她的牢房中发现300多张关于张子言的简报,认定她是造假, 是今6年,还没爆料,全郡主在出狱后以化名王晨晨并称自己是澳门人,出世的名片上职称写着会长,但其实他是土生土整的韩国全罗南道人,高中一夜, 且1999年因犯下特殊强盗性侵罪,入狱四年后,2003年才出狱又马上犯刑,再被判入监服刑八年,加上曾对监狱关尸报, 刑期再增一年,共被关了12年才出狱,直到现在人带着电子脚疗。 不仅如此,全郡主被发现,就是女星Nancy Lang的新婚丈夫,Nancy Lang曾一某综艺节目走红, 她总在肩膀上披着一只白猫玩偶,特殊的装扮颇有记忆点, 27日才透过社交网站宣布成为人妻,没想到就被挖出老公前科累累, 她30日牵着对方的首线生记者会,我的丈夫过去曾经历过一些痛苦的事情。 全郡主则承认自己的确就是张子言一书事件中的权柔, 但坚承自己寄出的真的都是张子言交给她的信件, 我可以为我说的话负责,并表示有意愿提出证据, 不过最后要不要提出的决定权还是在我。